泰国国王普密鹏驾崩举国进入一年的国丧期 政府官员必须穿黑衣首校一年 普通市民则自发性的穿上黑衣哀悼 泰国街头举目望去都是黑压压的人潮 在曼谷市中心的时尚区 服装设计师已经开始构思出以素色为主题的新服饰设计 并送场制作 希望在国丧期间为时尚达人带来更多除了黑色以外的素色服饰选择 曼谷时尚区的服饰店也做出了调整 将素色衣服摆放在滩口显眼的地方 华丽缤纷的服饰都收了起来 除了以示对泰王的尊敬 也因为这些华丽的服饰 现在几乎都没有人在买 目前黑衣在泰国几乎卖断货 一些商家甚至借机起价 一些家境贫困者因为无法添购新服饰 则索性将衣服送染 泰国政府在大皇宫前安排了志愿者为民众扎染衣服 把平日的衣物染成黑色 NDP7综合报道